4月开始就要进入缴税的季节啦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行动支付缴税可以想要怎样的回馈喔 哈喽我是兄弟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缴税的行动支付推荐 4月开始之后就要缴交各种不一样的税务 而在4月首先要缴的就是所谓的牌照税啦 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来跟大家分享 利用行动支付缴交牌照税可以想要怎样的优惠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再跟大家分享要用哪些行动支付缴交之前 现在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牌照税这个东西 牌照税的缴交日期呢 是从4月1号到4月30号之间 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缴交期间呢 还在隔离或者是在治疗当中的话呢 你的申报日期呢就可以延后到6月1号 但是如果说你在6月1号还在治疗的话 你就等到康复后的20天内申报即可喔 而如果说你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你的财务状况有一点问题的话 你可以申请延后缴交或者是分期付款 延后缴交最多可以延期一年而分期付款 最多可以分到36期 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你的牌照税 大概要缴多少钱的话 我会把试算的网址呢 放在下面资讯栏 大家记得点开观看喔 跟大家分享完牌照税之后 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有哪些行动支付 可以想有比较好一点的回馈吧 那这一支影片呢 主要会先以4月要缴交的牌照税为主 那如果说之后呢 银行有推出其他活动 或是信用卡缴税 可以想有回馈的话呢 我也在拍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第一个呢 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接口支付啦 接口支付可以缴纳的税呢 主要是限定于台北市 像是牌照税啊 房屋税或者是地价税 那更详细可以缴纳的税务呢 我都会放在下面资讯栏 大家记得点开观看喔 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你的信用卡绑定接口支付 在一般消费可以想有回馈的话 那它缴费呢 一样是可以想有同等的回馈的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介绍 几张信用卡 首先第一张呢 就是玉山Uber啦 你今天绑定接口支付缴线的话 可以想有5%的现金回馈 而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呢 是600元 所以你说要12000就封定了 接下来第二张又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台新接口礼品卡啦 你拿这张卡片呢来缴线的话 可以想要6%的接口币回馈 而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呢 是300元 所以说要6666元就封定了 而台新接口礼品卡的回馈呢 也已经延续到9月30号 只是呢在指定通路的回馈上限 有所降低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回馈还算是不错 如果说你很喜欢用接口支付的话 其实台新接口礼品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接下来第三张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华南的iwango生活卡 如果说你符合条件的话呢 最高就可以想要6%的现金回馈 接下来第四张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彰化银行的买乐现金回馈卡 你只要绑定接口支付消费的话 就可以想要6.5%的现金回馈 这6.5%的现金回馈 是包含六配想6%的回馈之外 再加上这张信用卡本身0.5%的现金回馈 而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你算5000元就封顶了 那它这个回馈呢是需要登录的 好 接下来第二个行动支付 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LivePayMoney啦 那它呢只能缴纳高雄市的牌照税 而它活动期间是从3月25号到5月2号 那LivePayMoney这次的回馈也是属于叠加式的回馈 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你今天是利用LivePayMoney 缴高雄市的牌照税 你就可以想要60点的LivePoint回馈 接下来第二个 如果说你今天是利用LivePayMoney首次缴税的话 则是可以在额外想要20点的LivePoint回馈 接下来第三个部分 如果说你今天是利用高雄银行绑定LivePayMoney 并且利用高雄银行的储资金付款的话呢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20元的储资金回馈 所以如果说你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话 最多你就可以想要100元的回馈哦 那当然我这边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这次的活动是只限于高雄市的牌照税哦 好 接下来第三个部分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Famipay啦 那Famipay可以缴纳的费用包含了 房屋税 牌照税 地价税 燃料税以及综合所得税 如果说你一定要利用Famipay缴税的话 这边会推荐的信用卡就是星光环宇现金卡 它呢只要绑定Famipay消费的话 都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 而每个月的回馈上线是100元 所以你算1000元就封顶了 但是呢 这边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超商缴税的部分呢 每一笔单最高只能缴纳2万块的费用 所以如果你的税超过2万块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方式做缴费了哦 好 接下来第四个部分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台湾Pay 台湾Pay在7月2号之前 只要扫描QR Code缴纳综合所得税 房屋税 或者是牌照税的话 都可以参加抽奖 你只要成功缴纳一张税单 就可以想要一次的抽奖机会 这次的中奖名额总共有120名额 而这次的奖品的最大奖是价值77万的HONDA哦 好 那以上就是这次行动支付的推荐啦 因为现在信用卡缴税回馈呢都还没有公布 所以我个人认为行动支付是一个最好 而且回馈最高的方式哦 那当然如果从你今天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话 也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好 那一期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帮你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小铃铛才不会出我每支上线的影片哦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话 都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或是按赞 粉丝转意哦 也可以加入会员观看更多的独家资讯 还有微博广播 我们下期再见咯 掰噗 其实啊 缴税的信用卡 也是非常多人敲碗的主题 但是呢 不是我不介绍 而是因为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啊 很多银行以及信用卡都还没有推出他们缴税的公告 我想也有可能也是因为疫情影响的关系 所以很多信用卡回馈不知道该怎么公告 那当然如果说之后 信用卡回馈陆续公告的话 我一定会整理起来 然后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的 那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要补充 或是更好的缴税方式的话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咯